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IM快讯 今天的市场大回 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 首先看回外卫的情况 昨晚美股开始调整 两个焦点终于发生 乱输局意识 虽然结果未去到很夹 但是市场担心里面的字眼 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又不算太够 他们在某个程度上都会减少一些操作 当然之后都保据 其实未来都会继续扩大 直到经济是有动力 都不会收水住 市场就不要卖仗 之后你见到由高位都回得很快 这个都反映了在这一转市场上 未必说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强心针 但是你没有一些新讯息的话 市场上反而就不是很接受 这个都在指数里面反映了 我想在短期之内大家要首先留意 在大市的气氛是否真是回 而短线市场是否会继续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只是看回港股 今天你见到行资曾经弹过的 弹过去两万九千一 就回回来 跟昨天的跌幅收窄时又再试日内的低位 之后就反复下跌 今天是期止结算 期止结算如果以相对来说不算太高位置收 其实意思暂时就不算很大 你查过去那几天尤其是星期日 三万点见过楼上都很明显就减仓 之后就加仓 即是说这一串 有少少的淡仓是坠了下来 而你说淡仓数量是否算很多呢 其实又不算很多 你加加上买大约就四万来五万张 估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是一些调整而已 而在下个礼拜 我觉得今晚的美股表现都一样 而明天应该恒指的方向都会是调整当中 而下个礼拜恒指是否有机会 真的去到一些大位而守得住 而开始有个反弹呢 这个会比较关键 有两个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今天第一个位都叫做略为是穿过下 就是那个捕裂口 今天其实是捕裂口的 但你见到它全日都在二十天线 即是反映了二十天线这些位置 短线都仍是有少少支持 但要看就是明天回来了 如果你明天回来 市是继续回的话 有一个技术支持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大约是两万八千一左右 即是两万八千一百三十两 这一个就是在当时26,000点起步 到30,191 那升幅的50%调整 就是一个黄金比率来的 所以这个支持力应该会比较大 而今也见过另一个黄金比率的支持 Other原因是在大羊捕突破금 是当日27,100去计算的 那位置大约是28,675 那今天那个低位 其实都曾经试过去那些位置 那就是曾经是穿过几十点 那当然了你半日收市 不算弹得多是低位 但是你看到弹回上的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关键 看一下第一个28,675 是不是守住甚至乎跌穿了 如果是的话 你再看就拿回之前起步点去计算 就28,130多点 就是大约都有五百多六百点再一个跌幅 那我觉得去到那些位置 看一下恒指是否能守住 如果都守不住的话 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大些 甚至乎看着28,000 所以暂时来说 恒指是调整的 不过我会觉得这一转都是健康 就未去到非常之担心 那反而是看着美股 美股如果都真是继续调整 甚至乎坏因素会出现的话 到时候再重新计算了 不过看今年全年问题应该都不是很大 事不宜迟就回答大家问题 因为今天都应该有很多问题 刚才我在这里说 其实一心二用都抄近些位置 那我先回答一些大那些先 有朋友就问强势的 三八八 因为我见到有几个朋友都问三八八 三八八今天初段的时候 不算跌得很多的 你看到半天其实那个跌幅 百分之二点多 那百分比当然比个大事多 但是你看一些叫做相对来说强势股份 也是北水近牌支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半天甚至乎全日 他们的资金流的情况 那有几个就明显的 近牌都强的了 就是腾讯 美团 港交所 中移动 那这些都有资金流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港交所 短线应该的问题也不太大 不过就要看在这一段时间 它会调整去什么位置 今天就挑战过十天线 然后失败落回来 五百元就失授了 如果你看这一转 如果五百元都失授了的话 下一个支持会比较大些 就是大约四百八十五元左右 就未去到二十天线的 我觉得那些位置 大家没有货的话 可以考虑那些位置 就是进场了 相对来说都是有点贵的 不过呢 我又觉得港交所贵的有道理 还有呢 它一转你见它 调整的幅度都不算太多 相对那个位置 我觉得是挺得住的 而下一浪呢 它再挑战五百五十元 甚至乎楼上的机会 都仍然是高的 我觉得港交所应该不是见顶的 所以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另外呢 就有些朋友顺着下去 回答回 六九九六 就是二十一元 这些位置 就买了 昨天那支大阴烛去戴了 我觉得呢 不过今天你就错失了 在十天线上的机会 看看下午有没有机会 弹上去二十个三的位置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呢 弹一点就走 因为昨天那支阴烛呢 都反映了 即是 那些位置呢 那你大约都是输七毫子 那好过你在那里等了 因为它 假设 这一转 是因为那支的阴烛 而去继续调整 或者呢 再跌穿这一转的横行的话呢 它有机会真是落回十八元 那我觉得你应该 做好个风险管理 宁愿退一退些钱 止蝕了呢 就再买个另外一支 会比较好些 那希望帮到你了 那另外 有朋友就问 2020一百三十六元 有货可以怎样 有货暂时拿着 即是你见到昨天 其实它都跌穿了 那个一百三十元支持 那今天呢 曾经都试过一百三十一元的 那这些位置 你其实应该走的了 因为你见到它 市一样的 那不过 看下今天日内 有没有机会反弹上去 如果你说你持牢的 那你愿意等 可以 你就等回上一百三十六元 那但是你要挨价 它开始低位向下移 那如果你说这一转的支持的话 应该要数到一百二十元左右 就是你挨多六元左右 那你下一转等它见底了 你就上回一百三十六元 那所以你看下 你是想反弹沽一沽 薄它真的会再下 还是你继续持有它 那这个就看下你自己 看不看得紧 还有你的仓位是多少 这个我就不知道 有朋友就问三八六 三八六呢 什么位可以入 其实三八六这一转 就无什么什么的强势可言 你见它跌呢 是比市市跌得快 因为这八五七呢 也是这样的 都是它们又高位回回回来 那如果在这一转 那这个呢 也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呢 做节目好像都有说过 曾經出現過穿頭破腳,升穿後下跌就有這個趨勢 跟剛才說的德奇很相似,所以德奇有貨的朋友要小心 而你那麼多日都是陰燭,五日陰燭,現在就未真是全運 他可能在這一轉,真是三個七毫多你可以賣入 但你上面賣得不多,你上面三個九左右,即是十天線附近 你就會有阻力,所以你考慮一下是否即是賣這一隻 如果你說你真是賣右股,而右股這一轉有資金 有北水支持會比較好些,反而我覺得你不如看一隻883 那隻883雖然都是高位有點壓力,但你見到相對來說 走勢都是醞釀突破,既然是這樣不如你盡量一下 一隻883,我覺得你七個七那些位置,七個八那些位置 就可以考慮,而這三八六或者一隻八五七 就因為內地都有得賣,北水不會來買 他們跟油價又不算跟得太貼,不如你轉一隻 考慮一隻883,我覺得反而會更好些 即是883,補答1211,即是剛才Joyce問兩邊 可以看幾多,1211都有些好消息 有一些專利披露,說回他們短線有些甚麼技術的情況 但北水有沽,即是你見到昨天都有沽,我覺得今天 捱股機會都仍然是大,不如你又看看 剛剛在上個星期的那個支持位,有沒有 即是找到支持了,230元,如果230元 是繼續有支持,你繼續拿,因為這位朋友 Joyce問有貨還可以看幾多,他有機會上去270多元 不過現在北水沽緊,他先調整完,看看230元這些位置支持 又或者數深一點,當我試車調整深一點 他大約215元左右,應該都找到支持位 那你看著這些位置,我相信你都繼續拿著 即是你有貨的話,他反彈回到上去 最近車股又有高位回到上去,但如果真的下轉反彈 哪些力會強些,北水會留意多些 那一定是只有一二一日,有貨可以繼續拿著 沒有貨就看著215元至220元,這個很大賣 支持位有230元這些位置 聯邦制約,海吉亞三隻是否繼續保持 那6078元就很詭異,因為這一圈一彈上去 75元真是見了目標,就立刻下來了 那我覺得這一圈,海吉亞都有一些拼購的消息 你又繼續拿著,因為我都不知道你多少錢 那我不可以給到一個很確實的意見你 即是你多少錢買,可能會比較容易看些 那聯邦制約是弱的這隻股份 我覺得這隻股份其實不應該炸 你彈了上次250天線那些位置就應該走 那節目之前都有講過的 好像,不知道是否你問呢 Jennifer,我忘記了了,但有人問過的 是250天線,剛剛上兩個星期彈完 他真的散了,那我覺得你下來 你不如考慮轉馬,我不覺得這隻股份繼續拿了 而這隻建韜呢,建韜是可以拿的,因為它跟經濟敏感度高 那雖然之前就有些配股消息,但你見到它彈到 那這轉雖然下來,但你去到十二個半應該就支持到的 你高位有貨的話,那你繼續拿,你在低位有貨 你要定止賺都可以,不過我覺得它有機會翻翻上去 那這兩隻三隻股份就是聯邦就差些 我不想用垃圾來形容它,不過它基本面真的不強 那這隻股份,即是你不應該拿著它,應該反彈就走 三百八剛才答了,Kristina,一百零一 順達有貨可以怎樣,跌穿了那個上升季 那現在開始調整,調整剛剛開始,連續四日陰速 那其實十天線跌穿了應該要小心那一刻 那當日的成交都不是太小,那我覺得你暫時來講 我先拿著,即是有順達,順達仍然是一隻基本面很強的股份 那它下轉會彈得上去,看著八十元那個支持線 那其實都軟的,可能短線都要捱多八元,即是捱多一成左右 那你八十元那些位置應該撐得住了,暫時來講先拿著 我覺得這隻股份又不怕差,其實有幾隻股份都是的 譬如順達,甚至乎若明,若明之前都有講過,它都是屬於強的 所以這兩隻股份可以一次過回答,繼續拿著 而有朋友就問另一隻,一八一零,小米 小米三十三元有貨,可以繼續hold 小米這一轉,它又未去到有很多壞消息 但你去到五十天線,你會見到它已經很保守 既然是這樣,你又繼續跟它一齊觀望,北水都觀望 沒有怎樣流入,甚至乎是有些沽出的 但可能市場上面是看,它是不是真的會被剔出之後 反而會翻山,我覺得你繼續拿著 小米暫時你可以做的事未必太多 但如果你說有機會彈,都未必可以彈回你的馬合價位 大約三十一個百左右,就是短期反彈 那個位置應該都會有些阻力 一二一一剛才答了,Angela,你可以看看 另外八零八三二,可不可以入 其實三隻股份,二零一三,八零八三,九零九 都是高位,有些壓力,比較明顯的是明元雲 因為昨天它有一支大飲燭出現了,要小心點 但如果你說八零八三,可不可以入 那你三元至二個八這位置可以的 今天最低就做過三個零四 那些位置因為之前的平台,一月初的平台 所以應該是有支持在這裏 大約二個八至三元的位置,你可以考慮了 希望幫到你,六六一八,先寫下,因為飛了上去 我就看不到,六六一八這一轉,它醜樣 因為資金轉了馬去那隻一八三三那裏 但我覺得六六一八你可以繼續拿著先 因為它的資底楊竹其實沒有穿,在一月二十日那支 其實一百四十八元就應該有個強力支持 亦都近著五十天線,比延價你大約相差百元左右 我會建議你繼續拿著有貨,它有機會上回去 不過暫時資金就喜歡一八三三會比較多些 另外一些的信義系的股份,玻璃股也好 或者是信義光能也好,全部都是弱的 上兩個星期說過的,就不應該入的 就是這堆股份,我不覺得它短期有些 即是未有跡象去反彈,還有北水都在減倉 我會建議它回穩先,如果你猜真是好些的話 可能是借信義光能,但我會駁它會穿五十天線 就十六元,補完那裂口再上 即是十七元就十六元這些位置可以駁一下 但不一定它會彈太多,看北水 現在暫時見不到北水又回來了,所以小心點 一隻股份二三三一,剛才都沒有講過 體育用類股份,這一轉回整得快 即是你見一隻李寧,上次都覺得好像不算太夠力 你四十六元可以駁一下,但這一轉 你見到李寧去到這些位置,開始就不算太夠力 即是也都在昨天大成交落回來 我覺得就再駁深一點,即是既然市都回來了 駁到四十三個領的位置,那才駁著李寧 李寧買得過的,上面有貨的朋友繼續拿著 即是不需要太過擔心,9988就有貨,二百一十元上網多少 暫時不上網,即是你上網,如果你叫我看 我就看它創歷史真高,這個就一定不會短期 那現在就看下面會有多少,有貨繼續拿著 我覺得它都是要跟著調整的,二百十元 甚至乎你落回去二百四十元都不出奇 那不想看著,即是現在試調整 看著下面支持先,即是那些位置 我覺得你應該繼續持有的,不變這個情況 今天就一九二八,即是出了一個刑警 反而整堆的豪島股見到穩的,即是最當炒的 譬如美高梅都是穩的,所以豪島股比較特別些 你會見到它這一轉,可能都沒有什麼人買過 即是也都在近來橫區底,那我覺得反而會穩 即是我不知你想問什麼,因為你沒有說,即是如何 即是你告訴我會比較好些,那268,金碟 金碟呢,剛才你都說如何,如何就跌 即是這一轉,即是它會繼續調整 三十元應該會穿的,應該會是二十八元那些位置 八零八三剛才有說過,即是你三個九 你三元以下溝貨,即是你兩個八至三元 你溝得過的,即是這些位置 那應該就問六零六零,六零六零, please 我都不知你問什麼, please 你買還是不買呢,六零六零兩邊回答 下快回答,在這一轉你會見到高位五十元有壓力 但你低位昨天有支持,我覺得它守得到調十天線的 四十元會彈倒,但五十元有阻力 上面有貨繼續持,下面想買四十五元左右 九六八是否保持內心等OK,很耐心 即是剛才都答過九六八,不見到有錢買,你暫時保持 即是距離我自己覺得支持都差不多到,即是十六元 你應該可以等得到幾下 再繼續錄下下面那些,因為很多股份大家都重複問了 那我就不太再長,可以看回開頭,七零零六百五十五元有貨 前景是樂觀的,估值不樂觀,即是你見到市匯 既然是這樣你繼續持,你沽了有時候你未必買得到 即是你要想下你七百五十元為何你不沽,你覺得有前景 不如你繼續持,我覺得這一轉有機會回心少少 但我不會建議你沽了再買個,你繼續持,不相差太遠 三五百十四個九有貨怎樣看,回回來其實同格都還OK 我覺得,即是你摸頂而已,但我覺得你落回這些位置 應該短線就十二三元那些位置應該撐得住 即是你繼續持持,Stan也是,你有貨十四個半繼續持持 即是我覺得這一轉,短線應該會有支持 抽到一手走不走,3319有貨,因為跳得很快 暫時來說,抹低了,即是一些股份 就希望解答到,頭號粉絲一定回答,這些 即是iMoney頭號粉絲 二一五百有一手有貨,即是好似我之前所想 即是這裡,即是這轉就獲利,你有貨你沽了它 即是它升上來還有賺的話,這一轉昨日已經穿了底了, 即是你短期五十元好像有些支持,但應該就彈不起,我覺得會再穿了, 你有貨你就先吃了壺,3319剛才有朋友留言,3319你去到這個月那支大陽燭, 你去到這三十二個半應該都會反彈,因為大肯都唱好的,3319, 大肯唱好就覺得它在未來新的國策之下,它拼購會多些,會利好回來, 既然你有貨你繼續拿著,即是我覺得它這支股份, 是股值上面是被低估的,你見到上次都彈得起, 不過市況可能不太快下來,但你應該繼續拿著, 配家這一轉配家由高位回得都深,不過它又落回去, 過上升軌的底部附近,我覺得它的走勢, 其實嚴格來說就沒有醜樣的,只不過近太就醜樣, 即是你由高位回回下來醜樣,如果是這樣的話, 繼續守住,26元那些位置應該都有支持,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繼續拿著它,另外6030, iMoney的頭號粉絲就問,股份回得很急, 即是我覺得是犬傷股份,因為你一轉,你見到, 我自己會比較看好些,譬如中金,你今日都是落回去, 一月初的環區,甚至乎另一隻, 做確範股份,做投行業務那些,中信見頭, 它都是在之前的環區,所以6030, 又在原地踏步過,真的很無奈這隻股份, 我覺得這些位置未必可以做太多的事, 反而繼續拿著線,因為之前它最差的位, 都是說250天線,你十六個半和現價,其實你今日最低相差五六毫子, 那些位置我覺得你現在做的事都太遲了,繼續等, 即是我覺得它,既然它都真的走過這麼大的環區間, 如果你大膽少少,就在250天線,十六個六混一注, 這些位置大家都可以駁一下,因為它一升,就升四五元, 升完四五元就回來了,我覺得你不要駁去四五元, 駁去兩三元都駁得過,那你就要不如繼續駕駛, 時間所限,我就非一些問題來回答, Maria,為何回答你呢,因為你iMoney提號粉絲, 可不可以入,赤子城不入了,現在你的市房, 那麼多東西跌下來買,赤子城應該都不會再升上去, 有貨只蝕,沒有貨就不要薄, 因為大型的雙頂情況都非常明顯, 有多一個,再回答這個,1368特報, 特報就醜樣了,跌穿了一條五十天線, 昨日前日都守得到,今日就跌穿, 應該短期就無望上去,有貨就應該考慮止蝕, 即是你止蝕寧願你買一隻強那隻, 既然李寧安達都下來給你買, 那你不需要去買一隻特報, 下回來有很多股份大家可能不捨得止蝕, 但之前那一陣你炒落後,如果這一轉, 因為之前炒落後而買, 那你現在下回來, 不幸只賺也好,或者止蝕也好, 就有機會給你買一些強勢股份, 所以定回止蝕位很重要, 短期的行指會回, 不過不是一隻可以上去, 指數可以上三萬點, 但很多股份未必上得回, 所以你要審視自己股份, 究竟是龍頭股份,強勢股份, 還是已經見另一股份, 短期大家小心點, 祝大家好運, 即下午可能會反彈, 那麼節目時間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